击打波鲁邦集水河道决堤 导致多个地区的水工大受影响 击打之务大臣纳都斯里沙诺西指出 当局日夜无休重建河堤 预计明天就能分阶段恢复水源供应 沙诺西今天巡视河道后指出 受影响的波鲁仙纳绿水站暂时停止运作 当局原本预计 哥打士打波鲁仙纳等多个地区 会有8万用户水工受影响 不过由于如嫩新旧两个绿水站 依然持续运作 因此只有13500用户受到影响 重建河堤工程 预计将耗费150万到180万令吉 原本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才能完工 但是当局全天候抢修 相信今天之内就可以完工 不过沙努西促请民众继续节约用水 以防万一 请不含